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 我们复盘一下本周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感谢成为赞助会员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货微涨0.18% 我们看到在日线图上是一根下行 然后被弹起来的拼板 也就是说带长下阴线的一根阳线 那这是否意味着后续就不跌了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从目前的视觉感受来看呢 当前多头还是相对较强势的一方 标普500指数呢 在这样的一个水平支撑区呢 给出了一个止跌的一种感觉 那对于多头来说 多头肯定是愿意见到这样的k线 对吧 有人说后续还得涨啊 我也有点倾向于如此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下一根k线也是类似阳线这种k线会更好一些 说美股不跌了吗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我不知道空头是怎么想的啊 今天本来多头们都在看这空头力度如何啊 但就目前这个k线来说呢 空头还是不够强势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多头呢 会更有信心啊 多头会更有信心 我们看一下周线啊 看一下啊 周线意味着什么 本周周线是一根十字星线 本周是收音线啊 表明本周整体是一个空头啊 较强势的一周啊 但是啊 刚才我们看到日线呢 实际上啊 并未体现出空头的过于的强势啊 因此它有没有可能是上行过程中的一个停顿呢 也就是说上涨的一个中继呢 我有点感觉像是哈 我有点感觉像是啊 这是周线的感受啊 因为空头啊 如果它真的很强势的话 那这一周它在干嘛 我们看一下日线 它没在干嘛 是吧 空头 小空头哈 这种震荡 这像是一个洗盘的感觉哈 像是个小空头 啊 对不对啊 强劲的大空头啊 比如说 这样的直勾勾下行 这样的直勾勾下行的 没有显现哈 那么下周早些时候能不能继续往下跌 就非常关键了哈 对吧 日线图msd还有点小死差呢哈 所以后续想恢复到一个强劲的多头呢 也需要多头去把这个再给搬成啊 这个叫金叉啊 才会更更让多头放心哈 但今天这根k线呢 理论上也让多头放心了不少啊 放心了不少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根上场上场趋势线呢 啊 适当的调整到这个拼吧这 差不多吧 没跌破啊 没跌破 对不对 哎 所以想要跌破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看这个样子 好 这是标普 我们看一下纳指 纳指期货今天微跌百分之零点零六啊 那这个跌幅对他来说也是重规重矩 啊 对于标普来说呢 他啊 待会我们就知道哈 这个几个图不一样啊 分化的 那对于科技股来说 今天啊 有有较多的股都是给出了一个啊 回撤哈 进一步的回撤 因此呢 我们对科技股适当的减仓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那么他呢 好像是略微的跌破了这个点位哈 略微的跌破了我们的可能的上涨趋势线 那因此呢 对科技类的可以适当的减仓等待新的一轮的止跌呢 我们啊 再重新买回啊 去做啊 瞧多头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当前这个位置确实有些破位哈 嗯 这几个图啊 相对来说是分化的哈 那对于呃 纳指来说呢 他下方的支撑区在这根横线处 那下行的空间还是有一些 当然他也完全有可能啊 不在下行啊 就稍微停顿一下 就继续反转向上 也是有可能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周线图他本周他其实也是跟标普类似的图啊 嗯 类似的图 那么他呢 在这个呃 这个头肩底也好 或者是W底 或者是多重底吧 也好 被突破上去之后啊 给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所谓回撤的一种感觉 那么后期能不能恢复到强劲空头呢 我们还需有待观察 按照近期近四五周啊 本周是第五周上涨啊 呃 给出一个回撤啊 我觉得概率会略高一些啊 就是上行啊 再回撤 当前属于回撤的概率会略高 为什么呢 因为即便是今天呢 这个跌幅也太小了吧 空头也太弱势了啊 空头也太弱势了 只有0.6%的跌幅 包括昨天啊 我记得昨天录完节目之后啊 最终是收收跌百分之0.7%多一点啊 0.75左右啊 0.79还是0.74来着啊 那这样的话 空头还是相对 怎么说呢 相对整体波段来说啊 像是一个回撤的一种感觉 那这样的话 多头还是有信心的 对不对 后续 嗯 为什么 因为强劲的破位 你都这么磨叽的话 是不行的啊 也就说明空头在这个位置呢 有些犹豫啊 不敢给出强劲的大阴线啊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 空头想要下行呢 它的支撑区 包括趋势线啊 包括横向的支撑区 对它的一个阻碍还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空头即便是往下走 它也还是会有诸多的顾忌 呢 这种跌幅就显现出这种顾忌哈 对吧 是小空头的感觉 那对于多头的整体波段强势呢 它没有忽略啊 它也是尊重了市场多头相对较强的这种现状 那么后续呢 我们多头要再看啊 这个下跌止跌的一些K线 我们啊 可以考虑是否要重新进行新一轮的多头的布局 好吧 好 这个是科技类的啊 科技类的回撤多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它长得相对较猛嘛 我们看一下罗素 那今天的罗素呢 也是和标普类似 在下行的过程中 第一次遇到这个横向的支撑区 哎 今天给出一个拼吧的感觉 收涨0.12%啊 这个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啊 那也就是说呢 它即便是下行呢 还是有相当多的支撑哈 所以后续我们要看 在这里直跌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更深的一个回撤的一个直跌位置 我们要重新布局可能的多单 我们不妨在这画一个这一轮比较深的回撤的一个下跌小区的线啊 然后等待一些直跌的信号再去布局多单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那周线图其实也挺明显的啊 那么它呢 遇到最上方这个阻力区 本正是给出一根回撤是吧 第二根横线变成支撑区 所以今天呢 是一个直跌的一种感觉 那么接下来能不能在这个第二根横线支撑住啊 需要下周再给一根阳线啊 或者说稍微小横盘再给一根阳线 这样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做多 那如果跌下来呢 我们已经波段化处理过小小小小 这个中小盘了 对不对 那么后续 后来我们就继续等待这根下跌圈线的直跌点位咯 是吧 好 这个是罗素的一个表现啊 罗素今天还是收涨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道指 道指今天收涨0.47%呢 我们说啊 先把它当做一个震荡来看呢 是不是 今天又谈起来啊 昨天下跌了一点点 今天又谈起来 这表明啊 它就是一个窄幅震荡 没有趋势啊 那究竟走向何方呢 我相信相当多的人都希望涨 也有少部分空头呢 希望啊 钱空是吧 但很可惜啊 空头这么长时间就没有空下去啊 包括今天其他的指数收跌的情况 并不是十分乐观啊 所以走空的概率会略低于走多的概率 那么对于横盘来说呢 等概率啊 虽然是等概率 但是我是觉得上行的概率还是略高一点点啊 我们看一下周线 本周和上周一样啊 都是十字星线啊 表明啊 是个窄幅震荡 对不对 到底走向何方啊 我们啊 继续等待观望就可以了 这个是道指 那么整体呢 四大指数还是相对 相对分化的啊 相对分化啊 嗯 该给回撤的都在给回撤啊 该指跌的位置 他们都啊 给出了一个反弹的一个信号 但是啊 指跌的这个支撑区呢 还是要进一步的多头啊 来去把它止住啊 我们说啊 新的一轮胎有可能开始啊 否则啊 空头也并不是绝对弱势的一番啊 嗯 好 这是本周大盘的表现 相信啊 多头内心 还是比较高级啊 因为它跌的太慢了啊 对不对 跌的速度不是很强势啊 特别是我们的科技和标普 对吧 还有这个道指 传统股 它也没怎么跌 那这样的话 多头还是比较放心啊 目前来是 是这样啊 我们看一下原油 今天的原油上涨 2.2%左右 当前价格是79块8 79块8 我们看到 今天是一根强势的大阳线啊 那从日线图的视角来看呢 我们应该把趋势线调整到这儿啊 拉升回路再拉升是吧 哎 它近期啊 近几个月 一般都是走震荡行情啊 有人说啊 这不是下巴 这这这不行啊 这种趋势性啊 就这么一级 然后就继续震荡啊 所以它核心的动作呢 还是震荡 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呢 我们今天盘前的时候呢 是三根横盘可以先 我们说做多做空都有道理 做多的话上面做多 做空的话下面做空 然后互为止损是吧 那么你即便是互为止损 那多头 你这两单同时做 你还是盈利的 是吧 因为多头走出来了 你要是做空的话 那空头走出来 那多头止损 那空头还是能盈利 对吧 哎 这就是横盘的一个做法 小止损啊 最终还是给出盈利的啊 那么现在呢 应该继续看涨 因为多头走出来了啊 这根阳线 那么接下来可能去测试 82块8 或者是82块左右的一个阻力区 往上购啊 往上去摸 周线图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看啊 因为太大的话 对震荡行情没什么效果 我们看下黄金 黄金今天收低也0.19%左右 那我们今天盘前是希望它能涨啊 但是今天是个横盘 所以呢 也不会亏太多 就先出场 先离场就OK了 对不对 这是四小时图 是吧 对不对啊 今天是个横盘啊 你即便是做多 现在又回来了 你做空的话 也回去了 这样的话 没什么 没什么亏损啊 就就就就先离场吧 再观望观望吧 这个图呢 目前创了一个四小时级别的波段低点 因此我们 把这阻线应该这么调 是吧 这个图呢 我们应该继续观望啊 不要做啊 下周早的时候 我们盘前再看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一个效果 嗯 那这样的话 偏空的概率还是略高一点点啊 但由于黄金过于诡异啊 所以偏短线日内交易者不应该看这么长的时间框架哈 因为没准这个东西 好 周线图没有必要看啊 看一眼吧 嗯 周线图有一点点停顿啊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停顿就一定会跌啊 你看之前这些上涨过程中停顿 还停顿好几周哈 所以周线呢 对他的一个短线交易影响不大 而且还容易有误差啊 好 这个是黄金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嗯 今天的原油呢 是上涨了 这个能源指数 我们low e啊 这能源指数 xle 是不是一直在这里横盘震荡 那么他整体还是一个多头的态势 多头态势还没有完全终结 是吧 那么 但是啊 近期 这是日线图啊 近期一直在震荡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啊 尽量不要去做这种标的啊 短线震荡行情比较多的 不要去做 我记得两年前年初的时候 比如说谷歌啊 亚马逊呢 一直都在高位大型震荡 我们当时都说捡捡仓吧 对不对 卖掉吧 先不要做 去把精力放在其他的正在涨的股票里 是吧 最后呢 这一两年啊 这个横盘一年 跌了一年 是吧 哎 然后呢 我们啊 近期才考虑是否布局多端啊 一个月 一个月之前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的跌了一两年啊 或者说整理行情啊 包括震荡和这个下跌这种啊 熊市行情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再去布局一些龙头股 我觉得即便是龙头股在下落 你也应该不会过于害怕了吧 更何况你已经看到很多股在领涨啊 比如说特斯拉 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航空邮轮是吧 那你布局一下科技龙头稍慢一点 他回撤就回撤了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整体的这种感受肯定比两年前要好多了哈 两年前我们实际上逃顶的 对不对 好 对这个XLE来说呢 近期也是震荡啊 但现在又是震荡的一个小多头 做不做呢 我觉得不好做啊 因为原油多变啊 我们看一下巴菲特这个OSY 是吧 一直都在震荡 这种行情不好做啊 你看近期这 有多少根日线呢 这是这么长时间把人给折磨死啊 好 这种图呢 他终归有一天 他会找一下啊 但是太浪费时间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SQQ SQQ做空指数 他反映了什么 那其实今天是一根十字星线啊 所以我们说啊 对这个做空类指数 需要再看一下啊 不要急 那今天突破的力度不不是很强势啊 你完全可以把这下跌趋势线放到他这个触点处 对不对 因为上方这触点也都在这儿吧 对不对 所以突破回踩 这个踩这个动作很关键啊 踩在止跌更关键啊 踩 如果再踩往下走 那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对于啊 这个图的多头来说呢 也就是说我们市场的大工头来说 你需要继续等待信号啊 而不是第一时间去弄啊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反转信号 而不是下跌中继呢 对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一个反转形态呢 反转形态是需要右侧交易者来确认的 而左侧交易者往往失败率 败率会较高哈 而右侧交易者的胜率会较高 左侧交易者的胜率会较低一点啊 最后一次你肯定才对 但是你在抄底的过程中 你不能忽略你过去抄底失败的一个状况 是吧 所以这个能不能继续啊 进入到这根下跌圈的右侧 我们需要下周早些时候再看 那我们的大盘能不能止低 就这个问题对不对啊 不过还标普什么的 还有点止跌这种小迹象 但是呢 我们说还需要一到两根K线来确认一下 会好一点啊 否则 带影线的K线也并不是十分的 稳妥啊 并不是十分的稳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线图吧 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继续复盘周线啊 看这个图的周线图感觉啊 有所反弹哈 但是周线图MCD是个死叉哈 而且是个强劲的开口死叉 所以他想要反弹上去呢 需要进一步的筑底哈 比如说这样的底 对吧 那么现在只有一根周线不够啊 还远远不够 周线图的下跌圈线还是比较强劲啊 那么他是下跌中继呢 还是对吧 你看这是吃中区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个反弹 然后再继续往下跌 答案是有可能啊 那有没有可能就反弹上去 那就需要右侧点位来确认一下的 或者是突破上去 对吧 好 这就是周线图 周线图比较模糊哈 看着挺好 哎 这直跌了 但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 好 我们看一下B1 啊 B1是一个收敛形态啊 目前还在这个收敛状态里 我们对于典型下跌趋势线 下跌趋势线左侧的预期 都是做一个反弹线 对不对 先做这边波啊 就先指引 能不能突破上去呢 他突破上去之后回彩 再说呀 是吧 那么很显然 他现在还在这个范围里啊 他突破上去的概率 肯定是在增加啊 为什么 因为啊 他是一个收敛的对称赛场型了啊 也就是低点在抬高啊 那多头就有信心啊 有点 就比原来的信心高 但是现在啊 遇到大盘的这个回撤了啊 所以他也没有启动啊 向上突破的一个情况 所以多头应该带好你的底线啊 比如说带好一个直随 等待向上突破 如果不突破也没办法啊 因为我们大盘都是在临界位置 好吗 大盘都在考虑是否要恢复到多头 所以个股呢 也不要说过于乐观 我们看一下周线的表现 那周线就是一根十字星线啊 本周 跟我们的大盘类似啊 大盘 洗盘啊 那么个股不敢启动啊 多头 如果大盘继续走空的话 那我们个股也要做波段化处理啊 卖掉 对吧 等待新的指跌 等待新的下落 再指跌再去做啊 这就是BE 我们干下BRK BRK和道指是类似啊 我们啊 简单看一下就行啊 那么周线图是个十字星线 这趋势线短线是无效啊 因为他是在这里 在这两个横线之间进行震荡啊 震荡行情 他就继续震荡 那么历史上这种震荡还是挺多的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 震荡行情比暴跌行情要强一点啊 因为一旦暴跌的话 那些人就要检仓或者离场了 对吧 就是破掉支撑区的话 那不破的话 在这支撑区附近的话 我觉得震荡一下 对多头来说 内心是一种安慰啊 他不长 至少不要跌嘛 对不对 这趋势线怎么画呢 没法画 趋势线就趋向于 横线了 对不对 才是震荡了 好 这是BRK 不用看日线了 我们看一下波音的周线 波音本周收出了一根阳线啊 有人说波音这是筑顶的 有人说这是上涨中继 谁说的都有道理 我们特意画了一个支撑区啊 水平短线支撑区 那么他跌破这个支撑区 我们说啊 他有可能给回撤 他在支撑区往上 突破这个阻力区 我们说继续走趋势啊 但整体来说呢 近期的多头波段相当的大强势啊 非常强势 那这里一个窄幅横盘 我觉得柱顶概率会略低于这个上行的概率 对吧 啊 本周是根阳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我们看这空头呢 一直都是不愿意跌的感觉啊 他空头想要下来 务必给出大阴线啊 也就是说明强劲的柱顶大阴线出现了 现在下周 只好再等待下周看看阴线了 不给阴线的话呢 趋势线就这么化 调整到这啊 这个横线啊 这个小支撑区化好就可以了 我们说不能去猜顶啊 他就是不跌 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之前的这个百分之六十多 也差不多了哈 已经达到了 只因为了 但是啊 他不跌的话 你也不能彻底的离场 还要再看看能不能让他涨一涨 说为什么这么疯狂 他们怎么还不跌呢 这么一周了 个股 他里边资金怎么想的 你能猜得到吗 大盘我们都不那么准啊 不用说这个个股的啊 个股的油资更复杂 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啊 下跌的一个啊 我们把这特特拉说一下 特特拉今天终于下跌了5% 那这样的话 一波回撤还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吧 多头你可以适当减仓 或者你仓位比较小的话 你就盼着这波回撤呢 你再继续等待回撤的指跌 再去加仓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线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这个工具池 离一下啊 那本周周线还是遇到了 这个阻力区有所停顿 对吧 我们之前画的这个 这根横线 其实我们第一指令位 应该是到这个附近来啊 我们啊 进去画都是三根线啊 对不对 第一根最底 中间一根是吧 然后这一根啊 一般都到这 就开始给回撤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本周是一根在上一线的阳线啊 表明啊 这个位置有一定的阻力 有一定的阻力 就一定会改变原有的多头大趋势吗 这边多头还是非常强势的啊 不一定吧 所以多头呢 应该尽量等 先等一个回撤 看一看 他如果是回撤的话 我们就继续加仓 是吧 而不是做反转 做空哈 做大空头是比较难 为什么 均不见这个直勾勾的多头在这 对吧 你看这个直勾勾下行的过程中 他也有反弹啊 而且反弹就这么 他非常窄幅 是吧 那么下跌过程中 他会不会也比较窄幅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一些 小回撤的机会哈 那么在周线图上是个金查啊 是吧 金查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稍微回撤一下 我们看啊 到时候给出指跌信号的时候 就要做 不得不做 如果他真的暴跌呢 真的暴跌 那我现在我只能说哈 这个多头趋势线 有点小破费 可以是让少量减仓 再暴跌的话 我们这还有根趋势线呢 把这趋势线再跌破 或者说把中间这根横线支撑区再跌破 你就再继续减仓 不跌破的话 那就拿一下 因为中间这根横线 是我们这轮上涨的一个最底线了 是吧 跌破的话 说明你有深度回撤 深度回撤 你卖掉之后再等回撤再买 回撤只跌的时候再买呗 对吧 没有完美的图 而且这图到底怎么走 它是资金划出来的 不是我们猜出来的 是吧 就看你持仓量了 持仓小的根本就不用理会 是吧 持仓大的可能要只赢一部分 然后等待回撤再买 不一样啊 不要怕 多头这么强 你不用太过害怕 只有持仓重的 他想获利了结的 他会了结一部分 就买那么几股的 那理的不用理他 是吧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复盘 我们周末呢 将继续复盘 诸多标的哈 大家可以周末再来看啊 我们周末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